盘点路上历史上再也无法复原的超级古建筑 第一个广达楼 广达楼是唐路上东京紫薇城 制度机器壮丽的一座楼台式建筑 开元年间唐玄宗经常在此大眼群臣 由于太过华丽 唐玄宗曾担心会救到自己走向奢侈 唐宰相苏田有诗赞道 楼台决胜宜春院灯火寒同不夜城 大唐不夜城也是由此而来 第二个金谷园 历史上的金谷园和现在路上火车站旁边的金谷园 并不是同一个地方 作为洛杨的八大景之一 金谷出租是西晋守护石崇的别墅 是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庄园别墅 西晋盛行奢靡之风 以石崇的金谷园为罪 金谷园到底华丽到什么程度呢 园内的巫语副礼堂皇宝宫宫殿 珍珠玛岛琥泊 西角象牙等贵重物品充斥起建 就连厕所也放着名贵香料 第三个永宁四塔 永宁四塔是汉卫洛杉城的标志性建 高147米 是我国古代最高的佛塔 当时的洛杨城寺庙淋漓 好比梵天佛国 永宁四塔便是汉卫国度的之高点 后被雷电所击 羽林军千人就玩三个月不灭 如今复制异地的永宁四塔 只剩下残存的打击和烧极的夯度 再也看不见当年的高光 不由得让人感叹 若问古今兴随时 请君只看洛杨城 第四个天书天接天津桥 历史上天书祝福拒前百万亿所见 天书被销毁时 中将容其铜铁数月不尽 足可想象其壮观程度 天接是隋唐洛杨城定领打击的别称 全长4200米宽140亿米 至迄今为止最宽的古代都城道路 寒玉有诗云 天接小语润如苏 草色遥看尽雀 天津小诗都要得八代顶之一 天津小月 住俗圣唐京师 天津巧盘 万国传持翻墙隆云逐无千 南北两世胡人商旅冲刺 抬头北望蔑视万象神 当年李白和杜甫在此相遇 观神都圣景着实难以想象 目前上面投入500亿 准备复建随唐洛杨城 虽然七天建筑也在逐渐恢复 但复原程度远达不到 历史上的红北程度